小于国际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 天籁美声受到不少乐民喜欢 而这一天他们的艺术总监受到了 华盛顿小学的交请 到校跟华校合唱团的学生们交流互动 希望指导他们发掘自己唱歌的天赋 来尽情唱歌 维也纳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 这一天受到学校邀请 来到了华盛顿小学 指导合唱团的唱法跟发音技巧 让学生都收获满卖 也是学校25周年献给学生的第三重惊喜 就是在唱高音的时候 可能会卡卡的 然后唱破音唱不好 然后今天那个维也纳大师 就是来教我们 如何要用到头腔共鸣啊等等 帮助我高音唱得更好 更圆润更好听 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在他来 然后他可以帮助我们 学习更多的音乐素养 让我的音乐知识可以更丰富 他们的身体发展没有很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训练 我们会拉到从小三开始培养 花两到三年时间去训练他们的呼吸支撑等等的 这是我目前 他们现在也是在学习 就是如何把空间支撑打开 强到唱歌时 注意呼吸换气的技巧 以及肢体跟脸部都能够更活泼放松 而现场华小合唱团也为艺术总监带来花束下 Firefly以及英语歌谣等族曲等 让艺术总监也能感受到台湾整的热情 就是有敞开的脸 然后丰富的表情 然后也把嘴巴张得够大 有足够的空间让声音能够出来 那硬要说哪边可以改进的话呢 例如他们可以花一点时间练习 跟呼吸有关的这个技巧 当然在这个年纪呢 呼吸并不是一件容易训练的事情 但是相信花这个功夫去训练会非常的值得 另外也建议了他们能够稍微的把双脚打开 能够更自由的呢 在歌唱的时候让肢体能够自由地绿这样子 那么我们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学习 所以今年我们合唱团会有十几位的孩子 还有家长 他们就会到维也纳 就是音乐之都 他们会有围棋一周 跟维也纳少年合唱团 他们一起共同团练 然后呢 也会有一个演出 在当地的教堂会有演出 消防表示 这个暑假也将挑选十多位学生飞往奥地利 来参与音乐联盟工作坊 来接受更有系统的训练跟指导 发掘学生自我唱歌的天赋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